晚上好 我是威敏 欢迎收看4月18号晚间的百革大事迹 马上来看今天的第一则新闻 黑帮抢地盘酿货 今天凌晨一大约1点45分 再度在巴生五级腊热镇住宅和商业区发生 五名骑着摩托车的印翼男子 趁夜晚连续攻击三个保安亭 雄徒在砍人破坏集中火之后迅速逃离现场 这起疯狂行凶事件造成一名保安人员死亡 六人受伤 死者怀疑是因为脚被砍伤 无法逃走而活活被烧死的 警方将援引谋杀罪调查此案 下一则新闻 南北大道公司今天发文告指出 原本将在2018年到期的大道合约 获准延长20年直到2038年才到期 该公司指出 按照合约巴都迪嘎收费站的过路费 应该是二令吉四十仙 但为了降低对民众的影响 过路费自2005年以来 就一直保持在一令吉四仙 下一则新闻 彭亨云兵国会议席将在下月5号进行补选 国阵候选人今天由熟理主席慕有丁宣布 乌统云兵驱部带主席哈山阿里芬将上阵首土 他指出国阵今次的目标 除了要拿下席位之外 更要比大选时期增加5%的多数票 你是不是也觉得天气越来越热了呢 美国政府星期五公布的报告显示 今年3月全球气温创下1880年有记录以来最高的温度 3月全球平均气温是摄氏13.6度 比2010年高出0.05度 较上世纪高出0.85度 报告更预测 今年会比去年热 恐成为近年来最热的一年 到底一台iPhone从40楼高最下会发生什么后果呢 一名摄影师日前在杜瓣40楼高拍摄的时候 手机不小心从指尖滑落 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手机从40楼高最低的时候 不但录下自己最低的过程也毫无损伤 荧幕完全没有破裂 这段视频近日更被网民疯传 今天大事记到此结束 谢谢您收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